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此独家专访了西藏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文博研究馆员吉如巴桑罗布 吉如巴桑罗布说西藏的四大葬礼新年都是辞旧迎新庆祝团圆的节日 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理念 现在是我们现行的葬礼新年就是有四大葬礼新年 有第一个是林恩智的葬礼新年 就是这个每年这个葬礼新年当中是最早的一个葬礼新年 那么第二个呢是阿里的葬礼新年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日卡泽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也在说日卡泽新年 实际上这是农师新年 还有一个是最后的拉萨新年或者是葬礼新年 因为是葬礼新年嘛 就是这个辞旧迎新总的这种仪式也是比较相似的 就是家家户户团圆 团圆这是咱们中华民族这个大的这种精神理念 吉如巴桑罗布说随着时代发展 葬礼新年民族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以往卡赛古秃等年货都需要家家户户手动来做 现而今各类年货都能在商店买到更加便捷 藏族民众的视野更加开阔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庆祝新年的方式也愈加丰富多元 随着汉藏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进一步加深 双方的节日民俗也在潜移默化中相互融合吸收 那么其实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 随着这个文化交流交融的这种就是不断的这个推进 很多这个新的节日或者很多新的一些做法 很多新的文化也是在不断在融合和不断的吸收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助老中华民族共同力的意识 就是这是对文化本身这种认同 这个不是一个单一文化的认同 其实是多元文化共同形成的统一文化的整体这个认识 吉如巴桑罗布认为 从历史来看 藏民族本身就是开放包容的民族 也正是得益于此才会形成藏民族完备的文化体系 才会生生不息不断发展进步 不只是藏汉民族在庆祝新年的习俗上互相借鉴吸收 各类节庆文化甚至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互动融合 对于这样的文化交融 藏族民众不存在戒备和排斥 而是欣然接受